第九十三回,斬葉龍,到寶鼎湖峰,失天錄, 附身白水觀,到了後半天, 萬娘將三老的衣償官亭運到山腳, 萬娘恐抬官的人看出死者身上傷痕, 又去驚官洞府,假說自己是外鄉人, 因家中父母白宿驅使保鏢的, 黑死此地,不想葬在這個山上, 打算將屍骨運了回去,如今同來的幾個夥伴不在, 賞事到山中去搬取屍骨去了, 你們且將棺木衣償放在此地, 連成索存賣給我,等我們的人來了自己裝臉, 省得再抬上去抬下來的,山高費時, 說吧,待眾人放下, 故意兩手抱著棺材一頭舉鳥起來, 將三口棺木疊再憶起, 那半木驅使上等木料,份量甚重, 加上裏面天底的石灰,小說也有二三百斤, 萬娘抱著一頭舉起,沒有千斤神力, 如何能辦到,再加萬娘腰配長劍, 滿厚的江湖說,這奢臺官的人明知這單身女子認即可疑, 但是銀紙色財業已付過,又見他面上戴著悲傭, 然談至於,吸的成索費用同酒錢甚多, 便也不願當時,將順章而,道謝而去, 那所在離藝搭著的藝洞還有半里多路, 地方極為優癖,往往眾日不見人籍, 萬娘站在高處,眼看眾人走遠, 才中將下來,先用雙手碰起一個運回崖洞, 然後再來運第二個,不消一個時辰, 已將三口觀目運完,然後將三個絲身一一, 裝臉起來,新如之後,經了者一番勞頓, 累得魂身是汗,實在知此不住, 只得在三人停屍的舖上躺下休息, 起初危達見萬娘一人勞累, 於心不忍,幾次想掙扎起來幫忙, 都被萬娘再三難阻,還裝俗生氣, 才將他指住,毅達過意不去, 說不盡的感激替靈,不知要如何報答萬娘才好, 後來見萬娘女得躺倒,越化擔心著急不已, 及至萬娘醒來,說是這一勞頓,出了一身大汗, 倒閣身子輕鬆許多,毅達才放了心, 二人又同時將英服的藥服了下去, 略進一點吃的,分別歲去,直到第六七天上, 毅達才得起床,從此一天比一天見好, 經了這一次生死患難關頭,自然彼此情感日深, 大毅達中國不好意思向萬娘求婚,直到年底, 他二人要一同將三老陵書混回四村, 起情之時,因姑男寡女路上不好稱呼, 毅達尋思了好幾天,還怕惹了萬娘, 指倆用言語表示,萬娘早已深許,便是已英雲, 這才雙娘扶寧環鄉之後,在恆合緊,回川以後, 二人正式成了夫婦,越加恩愛,萬娘當年便有了新人, 到了秋天,打開師傅吸的第二封簡貼一看, 不但把前因後果說得長長細細,還說如果第一次 將天靈子這段業縣躲過,需要三年之後, 才能預見毅達成為夫婦,應在今年今日到頂湖峰去取那下卷天書, 這天書有一條妖龍看守,那妖龍衰是龍種,並不與常龍一樣, 每隔三十年換一回皮才出動一次,每次前後只有二月, 平常潛伏峰頂頂湖之內,有金旋符六戶體,再加他已有數千年度行, 普通劍仙憂想入湖一步,近六十年來,妖龍已不似色年安婚,每逢退皮出世,時常下風雙人, 他的劍仙憂就在這最近六十年中,這一次萬娘本可趁他退皮之際,下手奪取天書, 無奈萬娘如先王毅達成親,必然有人,萬萬不能前去,否則即使聖德妖龍,也將天書烏迴, 自職不顯,得了無用,還要上早天路,過了今年,那妖龍又須在待三十年才能出現, 但是機緣已過去了,去了無益有損等於,萬娘看完,倒有一半不大明白,見簡貼語氣, 明明師傅好似說自己怨哪個叫天靈子的有了尖嚴,但是自己和毅達成婚那晚雙明明還是處女,好生不解, 連毅達也各恩公司太簡貼說的與事實不符,不過萬娘有人卻是事實,那頂胡風必立千像, 毅達也爭想上上去幾次,他未能夠,萬娘新人臨盤在職,自視不便攝險,空可惜了一陣, 也未將簡貼所留的話完全明白,直到萬娘臨產,生下偽青的父親偽善, 血光污衛了天靈子的法術,暢亡丹也失了後用,萬娘財依稀想起前時,又羞又氣,又急又可惜, 恨不得一頭碰死,他也不滿毅達,竟將前時告濟,毅達不但不輕是他, 反怕他想起難過,愚家著以安慰體貼,無微不至,夫妻多情與兒子又少,真叫萬娘事已自此,求死不得, 不過對於頂湖天書還未死心,第二年萬娘新子恢復了康見,便和毅達商量,到頂湖峰去到那天書, 毅達見恩公司太簡貼如是先機全都應驗,知道徒勞不攝,勸了多次,萬娘執也不從,毅達強不過愛妻心意, 只得顧好月娘,張幼子托父級好友家中照料,夫妻二人同到頂湖峰,廢了若干的事,才得上去,一看,不但風景零售,岩谷休奇,面積有幻不少, 偏西南角上有一個百十畝方圓的大湖,清水綠波,逼沉沉望不到底,風頂記高,天風冷冷,虛時正直日來天中,有時一陣風吹過,湖水起了一陣波紋, 避日光一照,閃動起萬道金輪,光華遙眼,再往四外一望,進雲仙刀近在紫尺,四圍都視群山環繞,若貢貢入, 忽地風半起了一層白雲,將風新蘭腰隔斷,登時群山進室,紫城半夕風頭和遠近幾座山天在雲海中浮沉, 仿若海中島最一般,端的時交龍忽窄,仙靈往來之所, 二人觀察了一回,湖水平蕩蕩的,一些動靜也沒有,知道湖水太深,下面必有全眼,更不知妖龍潛伏何處, 欣見簡貼上雪繞龍退皮,為其若有兩月,如今再前幾天趕到,必然還未出來, 簡貼上有雪繞龍退皮之前,需出活曬太陽,退皮之後,每晚到了紫時,便如死去一般, 與其冒昧攜險,不如尋個隱僻所在,等他自己上來,再行事機下手,商量好了以後,便去沉迷全身挨動,找了好幾處都不甚合意, 抹後又到一處,前面是一片物葉矮蟲,求之低極,如同龍蛇腰繳繞,盤屈地霜, 從林後面是一個小山崖,過了從林一看,崖前竟有兩座小洞,一東一南,雙夾雖指二十幾像, 但是兩棟都甚隱蔽,站在洞前彼此不能相望,先到東一看,洞門上環有兩個古算大字,可惜被天鋒侵蝕,以環萬不可辨識了,入洞一看, 裏面竟有蒲團單造之類,想以前定有人在此住過,正在驚奇,萬能猛一退步,忽然一腳踏在一個東西上面, 覺得遠遠的,如搭了一對沙一般,回頭一看,不由失聲哭到,乖時,毅搭聽到萬娘經夫,順著他手指柱一看, 原來是一個道莊的死屍,想是年代多了,是骨已被天鋒所化,變成灰質,所以萬娘腳踏上去覺得圓滅滅的, 在一看他身上並無傷痕,只是頸間有一個大洞, 雖不敢斷定是來此道取天書被妖籠所害,但是這道人既能來此絕頂修道, 定非常人,竟會報死,其中必有緣故,監於道人前車,正有些覺得此動不吉,忽然動逼 各處起了一陣陣風,吹得二人無法介紹,隱約奸此聞鬼哭,萬娘亡作準備時, 那陰風只有一陣陣風,並無什麽動靜,二人總覺這裏不洩善地,決定連尋住所,連那道人捕骨荒山,在一看洞底警示土質,與其將他抬出染迷,不如就將他埋葬完處。 當下夫妻合作,就在道人身旁,用兵人掘了一個心坑,將道人屍首葬好,然後再向南洞一看, 雖然,雖然較東洞窄小,裏面空無所有,但是十分明亮,不似東洞陰深深地,便將葬來包裹打開,就洞中大石上鋪好,取出乾糧,取悉泉水來飽餐一頓, 又到湖邊望了一次,仍是一些動靜無有,二人迎著天風,憑臨絕現,觀賞到天黑,才回動就寢,到了半夜,萬娘正在半醒半睡之際, 忽見一個紅臉道人朝他拜了幾拜,驚醒一看,已經不見,亡喊醒了毅達一問, 也說夢中見著道人向他清謝,二人探飾了一陣,猛想起這女與妖龍忽悦相隔甚近,如何這般大意,景一同屬帥喜來,當下夫妻二人才商量, 一個上半夜,一個下半夜,分班在洞口遼望,以防不測,如此過了兩宿,均無動靜,到了第三日晚間, 因為明日便是妖龍出活之期,分外加了謹慎,毅達手上半夜,平安無事,到了下半夜,萬娘醒來, 待毅達手上半夜,一人在洞前徘徊,一輪半圓的明月,照在洞前松樹上面, 扣影橫斜,松針滿地,天風吹就,清光如水,遠遠聽到湖中水響, 與重途之聲交映,眼前景物份外顯得幽絕,精算計明日精五便是妖龍出活之期, 自己已是行年五十之人,雖然像著丈夫家傳諸顏靈藥,平時照驚,彼此活視, 還如三十許人,指示緊補青春,到底難享修靈,躺能僥幸者一次得了天書, 隨卻擾龍,就此審一藏名山古洞,按照天書上修道之法, 學古人留繁合席,割包相修,同參正果,也不枉辛苦一世,正在胡思亂想,忽見松仙都封頂上飛起一道帶有青黃兩色的光華,如疲戀一般,直向頂胡風這邊飛了上來, 知到來了本領高強之人,不由大吃一驚,連忙進動喊醒毅達,低聲說道, 你快起來,我們來了對頭了,毅達文言,望徐曼娘出動,復在暗處一看, 那道青黃色光華在頂胡上面盤旋飛無了一片,縮地飛起,由頭向別處, 如是又復飛來,似這樣飛過了好幾次,好似也在尋找洞月藏身一般,飛轉了一陣,越飛越近, 抹後境往東洞外飛去,二人見他往面前從臨來飛來時,驅滅了一把汗,及自見那道青黃光華並未發現自己, 飛入東洞外飛去,不見出來,才略為放了一些心,萬能道,我只有徐師傅學劍, 可能分出見光邪正,來人見光青中大王,定非靜派門下,而且他的功行狠心,不是平常之輩,此番道取天書,恐怕棘手,說時好身難過, 毅答便勸勸為他道,事已自此,莫如敬虛和來人說明,彼此同謀合力,但能將書得到,大家一同享受, 豈不是好,萬能道,此個萬萬事不得,孤不倫來人本領在你我二人之上,他不惜與我等合作, 而且,他還事已派門下,不講道理,萬一遭他知己,反生不察,為今之計, 只有各做各的,為歷史事,看各人先緣如何,所幸我們藏在暗處,他注意頂湖那面, 一時不知覺察,說不定因和得福,十點篇而有味可了呢? 毅達蘇來聽萬娘的話,也就沒說什麽,二人不敢再睡,後到天明, 還不見那道清黃光出來,二人吃飽了乾涼,腹在凍前闢靜處靜觀凍靜,眼看快到午時,忽然天風大起,頂湖那邊水星響亮, 遠遠遠望去,波濺上湧,二人見事時後了,恐怕失卻機會,也不顧眼前危險, 靜止商量了一陣,由崖後從林擾到頂湖左面山崖上,剛剛沉了適當藏身之處,忽然聽一聲破空聲音, 那道清黃光華也從東洞飛到湖邊,光臉處現出一個道莊搖搖女子, 這時湖終於開了窩的廢水一般,波濤大作,滿湖盡時抖大水泡滾滾不停,猛地嘩嘩連聲, 湖水平空往靜中閘龍,拔起一斤十餘像的水柱,亮晶晶地映著日光, 勸禮奪目,那斤水柱起到半空,忽然停住,縮地往下一落,如同雪山崩倒,分分四山, 水氣如同霧索輕眷一般,龍罩湖上,少時湖底又響了一陣, 霧起了像材的水柱,一會又山落下來,如此三起三落,落一回,湖中便淺下去一兩丈,到最末一回, 湖水竟然乾爵,猛天道姑嬌漆一聲,手指柱一道匹連般的青黃光 湖水竟然乾爵,萬娘,毅達順那精黃光所到處一看,湖心一個巨月金光閃閃, 月中盤石上面正盤居著一個牛首陀身,似龍飛龍的怪物,掌有十餘像,身上驅是黑輪,烏光映日, 見青黃光到來,把嘴一樣,便套出一團火球形上前去,那道姑一見,收回青黃光, 撥頭就跑,妖龍那裡肯寫,身紙微一屈身之際,四腳騰空,即朝道姑追去,眼看追出去半里多路,那道姑猛地大學到,葉畜還不快將天書獻出, 你迴去已無路了,說罷,又指揮劍光,想前與妖龍鬥在一起, 抖了忍遍遍遍遍遍時,那妖龍底敵不過,回身便想往湖內逃走,那道姑也不迫趕,將頭一搖,長髮披傘下來,口中念念有詞,將手往前一揚, 立刻湖邊四圍起了一陣黃煙,直向妖龍捲來,那妖龍想事知道黃煙被劍光環要來得厲害,重又撥回頭向道姑破去, 與青黃煙,與青黃煙再一起,由五初直鬥到有初,妖龍漸漸不知,猛地將身伏地,那團火球變化成萬道烈焰,將他身指護住,火光中只見那妖龍一陣搖擺,忽然怪叫了一聲, 接著便聽,接著便聽閉閉啟響,不多一回,火煙起處,疲倫毀地,一條無倫白龍衝消便起,那妖姑見妖龍推皮逃走,更不怠慢,右手起處,飛出兩道陸光, 直向妖龍,直向妖龍頭上飛去,隨將左手一指,那妖青黃光同時升遲電際搬飛張過去, 遲著妖龍一指,便聽幾聲慘笑過去,妖龍兩眼被導孤打核,再被見光這一妖,燈士腰斬兩折,從空中聚落地上, 這一場仰,只看得萬娘夫妖精深蟹目,那女幻敢喜記如天書之想,那妖姑斬霸妖龍,新劍合一,直往鼎湖心裡飛去, 去了好一回,重又飛了上來,將手一招,收了活上黃煙,霧氣匆匆只著毒龍頓了兩足,忽悠低頭沉思了一陣,猛地走到妖龍跟前,將劍光一指, 橫七樹白圍著妖龍身區亂妖,只搞得血肉紛飛,貪滿了一地,那妖姑又用身配劍合在妖龍血肉堆中亂搞,好似尋找什麼東西似的,直到天將更黑,月光上來, 仍是一無所得,這才倒氣一頓足,破胸而去,萬娘見妖姑手下如此慘毒, 任幸沒有被她發現,滿以為天書已被旁人得去, 道姑走後,夫妻二人垂頭喪氣走了出來,打算回到府洞取了包裹,準備下山,因道姑而走,無須妖道,便從妖龍身旁走過, 只見妖龍身已被妖姑斬造一堆血肉,軟灘地上, 只成將財妖龍退下的驅殼堆在旁邊,還如活的一般,萬娘好奇, 近前一看,見那妖龍一火牛頭,大如巧魯,陀身四足,驅大烏輪,生得順為長大空猛,暗想著將財情形,要事沒有道姑,憑自己本領,也缺非妖龍敵手,正在沉思, 忽見月光底下有一線紅光閃動,仔細沉中查看,正在異龍口中發出,聯盟招呼毅達,夫妻合力將龍身掀開,便有一道金紅光彩直射到二人臉上, 魏達王發光柱一身手,便摸出一個寬約三寸,長約七寸的玉峽來, 上面還有符六算文,正是簡貼所說的玉峽天書,想必妖龍年久得到,這一次出動退皮, 已將天書吞入福內,色彩因斗那道姑不過,便想將皮退下,雕下天書逃走,以免敵人窮追,那道姑不曾覺察到此, 指,只在湖中洞月與妖龍獄身上找尋,再自廢了一番氣力,白白傷害了妖龍性命,並不曾得到天書, 反便宜了萬娘夫妻,萬娘不宜而得,起出夢外,隨手將峽上符六揭去,想打開玉峽觀看究竟,那符六才揭起,便即自動化為一道紅光飛去, 再看那玉峽,景如天衣無縫,休想打開,一回功夫,忽聽湖中水響,到湖邊一看,湖水已沾接勇起, 回了原來位置,萬娘見玉峽上金光四射,恐怕隱外人記憂,不敢大意,夫妻二人匆匆回了南洞,取了應用東西,亡即沉路下山,那山三面碧立,無可攀緩, 只有西面松下都想橫生著許多矮松藤羅之類,上來容易,下去卻難,幸得二人早已準備退路,將如先備好的一張同油布展開,用幾斤鐵棍之好, 再用強塑菌紮紮進一番,造成一把抹病的散蓋, 夫妻二人角用雙手握緊上面鐵棍,將必要的冰仁衣服紮在身上,天書藏在萬娘懷中, 沉一塊突出的岩石,雙雙往下面便跳, 那由山直著天風,撐得飽滿, 的,二人身子如靈魂一般,飄飄蕩蕩往下墜落, 眼看離地兩三像光景,彼此招呼一聲, 看準落腳之處,將手一鬆,雙雙聚落地上, 二人互相恩惠了一番,因時已深夜, 想在仙都附近沉一挨洞淒身,稍微歇息, 一早起情圍村,再沉高人雙梁開峽之賊, 二人高高慶慶正往先都風腳走去, 萬娘忽然低低一聲驚呼, 毅達回頭看時,天都風腳下, 昨晚下半夜所看的那道青黃光華, 正像流星趕月一般,又飛回頂湖風去, 萬娘急對毅達到,這道孤去而迴轉, 必然想起忘了手索妖龍驅河, 他這一回許願不要緊,可恨色彩大意走得匆忙, 沒有將龍殼還原,又不該將聖的乾糧 和一些無用之物圍在封頂,被他此許看破, 必然跟蹤必來,事在緊急,唯有先尋一匹靜地方躲避蝨時, 等他走了再作計較,二人正在尋覓色當藏身之處, 那精黃光華又從頂湖風頂飛了下來,偏偏月色也有些分暗, 雖然萬娘夫妻本領高強,在這大敵當前, 奔徒於危危絕角之間,既要防到後面敵人, 又要查看前面露驚,未免有點守望腳亂, 二人一面往前滅路逃走,一面不時回顧, 見那道青黃光華紫管盤空飛擾, 既不下落,也不飛走,看出事在尋找敵人去路的神情, 不禁月發著急起來,所行二人驚行之處盡是 松林密網,南方天氣溫和,雖然時近中秋,草木尚未旺落, 野馬觀木之旅還在繁茂時期,高可誓人,不時又有山石掩蔽, 並未被敵人覺察,眼看那道青黃光華在空中盤旋飛舞了一陣, 有時景飛離二人頭上不圓,宿地如雲星聚落一半, 迎頭向天都山西北方來路而去,轉信不見終職, 萬娘夫妻如飾,待了一回不見動靜,彼此一雙糧, 覺得此間中非善地,應已離去為佳, 這時山上忽然起了一陣濃霧,掘起風來,大小山連都看不見一聲蹤影, 一回風勢越大,吹得滿山樹林聲如潮湧,日影昏凰中, 隱隱隱寒出四外濃雲疾如斌馬,往天中聚集,傾黑之間, 浩月潛盈,眼前一片漆黑,二人之夜變天,亡尋崖洞淒被時, 忽見前面重草中現出一道金光,將路徑照得十分清晰, 萬娘仔細一看,那金光景是從空前玉峽上發出, 豈先急於逃走,並未覺察到,這時愈黑天陰,所以光華愈顯, 不由又起又急,起的是天陸被補景被自己拖手而得, 驚的是強敵尚未走完,前途吉凶難定,補光外足,恐怕勾起外人寄予之心,前來奪取, 知到貼身兩件衣服絕對遮蔽不住,便將毅達包裹打開, 將玉峽取出,準備包得厚密一嬉,以免光華外露,誰知才一出懷, 合上金光便衝燒而起,照得身旁紅葉都起今下, 二彩原木,萬娘方筆地地望將隨身衣服層層包好, 又從毅達包裹裂取出衣服等物,嚴嚴密密包裂有十幾層, 細看毫無形跡,才得放心,剛剛摘菌亭當,色彩那道青黃光華又從天都山那邊飛起, 這次不似色彩在空中盤旋,景直往萬娘夫婦全身方向飛來, 萬娘著了方,知道這次不易脫逃,猛想起色彩取俠時, 金光照處,真見道旁有一挨洞,不如轉進去躲避歇時再說, 亡聯中立估計了一下方向,拉了偽達,連條大村,高一腳低一腳地朝那洞前中去, 所行相隔不遠,快要到時,縮地天空一道電閃照張下來,照得路徑十分清晰, 萬娘見那洞口不過三四尺方圓,洞外草泥甲襲,十分烏衛, 知是什麽胡珠之類的巢月,是在危急,也故不得什麽烏衛, 且地進去再說,招呼危搭張頭一低,一前一後, 剛將新字轉張進去,接著天上游是億道電閃者設過來, 二人目力本好,接著電閃之光,見動並不慎心, 幸而裏面還高,可以站立,動旅黑漆漆地伏著一堆東西, 更猜不出是什麽野獸,或是什麽網蛇之類, 萬娘怕驚動外面追來的敵人,不敢用自己飛劍防身, 夫妻二人背靠背站好,危搭面衝那堆黑東西, 將劍拔出,在黑漆中舞動,以防那東西衝張上來, 劍剛出閣,便聽外面震天架一個大霹靂,山洞藏音, 越震得人頭腦昏緣,接著又聽到動過那堆黑東西爬動, 毅達不知那東西深淺,兼無悅疾, 猛個劍尖想碰著那東西一下,便聽一聲怪叫, 黑漆中一個黑影奪門而出,那東西剛才穿出動去,便聽動外一個女子聲音渴到, 好葉粗,說吧,便見動外一道青黃光壞一閃, 異人聽出事那道孤口音,驅到捏了一把汗, 這時動外雷聲大作,電光如金光亂閃,等了一回,不見動靜, 萬娘首先掩到動口,枉動外一看,不由大喜, 望喊毅達到,敵人走了,毅達也跟著出動一看, 外面大雨早下將起來,那道青黃光壞已飛回東北方沿路去了, 二人差那道孤口必然住在附近山谷之中, 越角非離開此地不可,也不下計及與中山路行走不便, 仍然鼓著勇氣沉路逃走,出去不願,忽見前面有一團黑影, 即著閃電的光一照,原來是無牛搬大的一隻黑山紅, 葉以腰斬兩折,死在地上,才想起色才定是道姑發現金光,追蹤到此, 看見崖旁小洞起了疑心,欺欲見這紫黑紅穿出,以為動機小, 有藏有野獸,不似有人居淫,又欺欲見天黑雨大,無處沉蹤, 才那者黑紅出氣,暢恨而去,若非黑紅解惠,吉凶真難與定呢? 二人慶幸了幾句,應往前走,山路滑足, 不時有山頂流傳充足而過,好容易越過了天都封西面,忽然封正與止,浮雲山盡, 濃霧前燒,一輪半圓明月,仍舊高原碧空,清光大放,照得滿山林拋清潤如洗, 空山雨後,到處都市流傳,岩潔石逢中水星中中,與深草淚的松烏響成一片, 分外顯得夜色清幼,直走到天章向明,才翻月圓了崇江,走上平地,二人環視足不停留, 又趕了有三百餘里陶情,一二中午,看見前面山坡下面有一座廟宇, 二人昨晚被山雨淋得棍身東濕,所有衣服滿包著那部天書,不便取出更換,身上穿著濕衣浸行了幾百里地的山路, 又受了風吹日曬,雖然有功夫的人身只結實,也覺得有點不大舒服, 昨晚衝衝衝又將大滴乾糧全部放在頂湖峰上,一夜半天活進飲食, 各著腹中飢渴,便想到廟宇去這頓午債,走到廟前一看,廟門上有一塊扁額,寫著白水觀三字, 雖然長粉剝落,氣勢甚為洪偉,異人明知者妙姑納山陸曠野,前不太穿,後不太堅,門前冷落,行跡可疑, 像著全身本領,自己是江湖上有名人物,至多遇見同道打個招呼,難不成還有什麼意外,便輕輕將廟門同環扣了兩下,代了一回, 喲的一聲,苗內走出一個小道童來,毅達說了來意,那小道童上下打亮了二人兩眼,轉身就走,一回功夫, 從殿內走出一個紅臉長鬚的道人,見了二人,私禮之後,便邀到雲房中去落座,一面命道同去準備茶水飯食, 毅達見那道人,雖然行動矯直,身材其毀,倒還看不出什麼意外,坐定之後,毅達通了名勝, 那道人笑道,師主原來便是屬東大俠魏英雄魔,這位女師主想便是當年文山三女之一的蔡菲瓊紅萬娘了, 真是行為得狠,毅達見道人知道自己來歷,頗為經意,便答道, 如夫婦多年業義隱姓迷名,還沒請教仙長發位, 仍生得之餘夫婦多年名,請道其長,那道人道,二位師主名門江湖, 何人不知,起足為奇,貧道昔年也與二位師主同道,尊以徐惡康良,到父濟貧為時, 三年前遇見家師坎尼真人許願通點化,來此修道,俗家姓雷,明字不願提起,如今只用恩師賜名去惡而治, 我見二位師主行識蒼黃,以你濕行猶在,必是昨晚在山中與與奔馳了一夜。 想二位師主都有驚人本領,難道還遇見什麼驚險不成, 毅達夫妻雖之雷去惡事惡眉門下,到底人心難測,不便說出真情。 只說山中與與,忽然想起一件急事,須要趕到前途辦你等於,知吾過去。 道人知他異人不願實說,也就沒有往下心問,一回酒飯端來,異人飽餐了一頓。 彼此都是江湖上朋友,不便以銀錢相酬,只得道謝作別。 臨行之時,道人對魏達道,尊夫人傅識直透華蓋,但願是連夜奔走路佛所制裁好。 萬一前途遇見空險,遠不必說,如果鄰近,不妨迎回小官站住,不必客氣。 萬一前途遇見魏達,萬一問言,張信張怡,因見道人情慈誠懇, 只得口中稱謝而去,走出去約十里來路。 萬一覺著愛急,便叫魏達守在路側,尋了一個闢靜之所, 光光敦下解完了手,忽聽身旁樹林內有人說話。 連亡張信站起,無心中則以一,聽,原來是一男一女,女的道。 你定說天書中要得而復失,失而有得, 被眼前的一雙狗男女檢尿便而逃走,應在此刻得回。 我和你求將追尋,又一絲影中也沒有,那男的笑道。 好人兒,你怎麼什麼事都喉急,我的徵求是影, 何時看錯過內?今早我和你重到昨晚放光之處, 不是明明看見那土洞裡的男女腳印嗎? 昨晚已兩次被你心急錯過了機會,再要心急,天書就得不成了。 你只以我的話,如得不回天書,你從今再不理我可好。 萬娘先聽那女的說話聲音,就覺已熟, 再一聽他二人所說的話,不由客得膽戰心經,連亡平氣形神, 輕巧巧妖道趕回魏達身邊。 雪道,往事到了,快走,魏達見萬娘滿面驚慌, 不及世民,連亡事展輕身功夫,放出日行千里的腳情, 隨著萬娘就跑,走出去還沒有一箭之地, 已聽破空的聲音,面前兩道青黃光壞一閃, 現出一個道姑,一個紅衣萬憎,攔著二人去路, 道姑高聲學道,大膽狗男女,竟敢減我的便宜, 道取天書,快將天書獻出,要你們不死, 欲知天書果落於害人之手,容下回再為奉告, 何?